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 浪费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次我们谈谈在加拿大的反共网红 图中那位叫公子沉 当然是个隐藏了的名字 称呼叫公子沉 公子沉是什么事? 公子沉的背景皆待 是不是跟国际关系沉教授一样的沉? 姓是 其实公子沉是来自北京 他自称自己家人是体制之内 后来就去了加拿大 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 说自己以前的小粉红 甚至大红 其实很多 这些有少少 我们网台界有个叫什么神 他就倒计回转 就说自己心黄 后来现在变深蓝 公子沉本来就是红 现在就变成了个 彻底底的 他自称反财 公子沉 我记得他 令我最深刻的言论就是 香港人在香港的反送中 富国很小事 就是这样 把你关了一会 根本没有事发生过 其实他说香港人 那些人很理智 在机场里 很理智 人渣言论 但是这些言论 真的很多海外的恨国党听 这次公子沉 就说 被杜鲁多迫到他 关闭频道 或者是移民 不单止他 其实很多来自加拿大的 其实我想想到的 郑敬基也可能有危险 郑敬基也可能有危险 因为 这个加拿大最新的法案 是叫做在线流媒体法 这个法案 其实 就是一部 为了对 互联网流媒体进行监管的法案 其实4月27号 就获得参议院通过 并且在当晚 获得加拿大总督的预准 已经成为 已经完成立法 咦 关他们什么事呢 原来 这部法律 要求在线流媒体服务 需要确保加拿大的内容 即是你 一定要有本土的内容 以及 音乐要得到广泛的 传播 令到公子沉等等 一批的反共人士很生气 因为 他们说话多数都是说中国大陆 公子沉就说 你知道吗 我的受众 绝大部分都不是来自加拿大的 谁能获得加拿大的内容 就问 谁看他的加拿大的内容 等于打烂他的饭碗 其实 这个最新的法案 他号称自己投个小道路多 他就说下次 号召 要投这个是 保守党 我们看看 这个法案就意味着 Netflix 阿茂顺的Prime 和Spotify 还有YouTube YouTube 其实看到 这个 台湾地区 有一个新名 帮他们改过 什么新名 大马上也很害怕 我很有兴趣 以前叫YouTube 现在叫 幼兔 一只兔子的头 一只兔子的头 好 好有这个 二人二冻物花 这些流媒体服务商 必须是投资 或者付费支持 加拿大 故事 和音乐节目的创作 制作 和发行 转播 当然令到很多YouTuber 就很生气 如果好像公子沉 和其他 加拿大的 反共 网红 网红 郑敬基 那些郑敬基应该也是 因为他说的都不关加拿大事 最多是说加拿大人抗争 在地内容 和音乐 我觉得也有少少困难 有少少困难 加拿大的广播电视台 规管 政策 就是在 1991年 颁 进行的这个广播法 其实 刚才我们说的在线流媒体法 将相关的 规管 扩大到 数码领域 之前 执政党 自由党 在去年2月初 就向国会提交这个方案 公子沉等等的这些 反共人士 我们这样都是中国的内容 其实我想 给你一条桥 你可以说一下当地加拿大人怎么抗争 那就行了 除了过时过节之外 64、71、612之外 很少这些新闻 就是 就算你说了 一来不够新闻 二来没什么人有兴趣 其他日子 好像你硬砌内容出来 现在不是说这样很难 所以 他就说 可能会关频道 或者搬去美国 你知道加拿大来美国比较近 或者 叫大家 请加入我的汇语人频道 即是加入会员 OK OK 加拿大 如来伸掌 你也可以这样说 但这条法案对于他来说是否有影响 这个法案的代号是C11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 现在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作为监管部门 可以参照 或者叫 对比 是传统的广播电视机构 对YouTube进行监管位 但是传统 机构 说真的YouTube怎么教他们斗 是吗 你是说一些 传统 正正就是你说一些跟他们 传统机构 传统的东西 才可以出到位 才有它的价值 你跟他一样 你跟他一样的话 我为什么不听传统的东西呢 所以公子沉也说 他不是 不让你播什么 他逼你播什么 逼你的创作要做什么 当然 如果对YouTube等等的社交媒体平台 和Netflix等等的流媒体平台实施监督 要求他们推广加拿大本土内容 并且进行相关投资 说真的YouTuber怎么投资 根据加拿大 广播电视监管 规定 广播电视机构播放加拿大本土内容 必须 达到一定比例 并且机构的最少三成 收入用在製作加拿大本土内容 很可能 在线流媒体化通过后 具体怎样实施 公子沉等等的反共网红 也不用担心 其实尚未确定 怎样实施 未确定 公子沉说 加拿大政府辟谣 监管一下 不会逼你这样做 为何整条法律出来 有法律框架 加拿大电视网 日前亦说 这个委员会 根据 法律规定细节 之后会有些修订 在线流媒体法 其实立法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起起荡荡 当中 挣执不断 执政的自由党力推 所以这个法案通过 认为 这个法案将保护和促进加拿大本土内容创作 是有点 迫人 但是包括YouTube在内的 网络平台强烈反对 YouTube 为表示抗议 甚至甚至 将 他们在平台上加拿大城市地铁系统投放的广告 全部拔走 还有一些加拿大本土的创作 一些创作者 亦都对 他们虽然是做本土的事 但是 亦都感到相当担忧 因为他们认为 你这么黑色 强行推这些内容 会不会令到观众反感 反而是不领于半渡的创作 对 你去订阅他的频道 或者一直听开 我根本不是听这些东西 就算你硬推给我 我都不会听 说真的有些人看YouTube 不太想看传统媒体 说真的本土的东西 实际上本土的东西 在身在当国 你自己或少都知道 很大程度上属于官方的东西 你只是推本土的东西 很难说本土的坏东西 应该会审查你 你说本土的东西 本土的好东西 人家会觉得这些 根据你这些说法 所以公子沉就很想 你是不是必和以免 你就不用那么激动 你就 看一看 或者移民 关闭频道当然不会 其实他的频道也很厉害 在普通话的恨国党市场当中 其实他也 属于OK的 其实老赵也有抄了他 老赵差几个人 文昭你知是谁 找渣 有听过 老赵有一次说明了 看看文昭 文昭是轮子的人 但是文昭 说话就是比较懂得掩饰自己那方面的 不过你一看文昭 文昭就跟这个 麦韵 麦韵 就是轮子的出戏 那个舞台剧是麦韵 其实老赵差几个人 文昭 文昭 还有其他东西 还有 识麦 麦巴 老实说这些全部普通话的 出名的谷歌 你有没有听过 你应该没有了 这个没有 文昭就有 文昭就有 文昭很热门的 很厉害的 一条片六七十万 有推给我的 很厉害的 这些其实很多讲广东话的人都会抄它们的 其实我每天都经常 起码听 一两条他们的片 看看有什么搞笑 对吗 你想想 阿桂我也听的 阿桂的歌我也会唱的 阿桂 现在不能再发布了 是 是 有没有怀念它 没有 我只觉得你们 快点 勾回些钱出来给人 你试试 搞得人那么惨 又说什么 麦里尿麦铁 麦里尼 就是为了支持你 结果你的磨铃就拿去 逍遥自在 住靓屋 驾游艇 游艇 另外有宗新闻 也是 记得当时有份 什么文件 什么是渗透份文件 原来前安大略省内阁部长 也是安大略省万赞市现任副市长陈国志的名字 最近被泄露在有关中国渗透活动的加拿大 安全情报局的机密文件中经常出现 上星期陈国志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起诉这个机构 就说这些文件对他造成的羞辱, 伤害和压力 令他声誉受损, 威胁到他和家人的身心健康 当然这份烂文件有什么滲透这些东西 但是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实质证据 陈国志先生 他在上星期四把这个塑造交到系法院被起诉的人士 以及机构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负责人 韦尼奥 洩漏机密文件的情报官员 还有赞写这个报道的环球邮报记者 法义库和环球新闻网的记者 富泊 这两个记者 几个月来就根据 这个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内部人士 向他们提供的机密文件 对所谓中国在加拿大的渗透 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根据这些文件 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试图影响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官员 我引述他 影响联邦大选和省选举 例如密式华人社区人士为北京游说 暗中资助和支持自己看中的 一些候选人利用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 根据这份文件 其实他们就说陈国志 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在各种活动当中相当倚重的人 亦是这个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监听目标 但是你监听了这么有没有证据说他真的出卖加拿大 陈国志就说 这个加拿大情报部门 早在2010年已经对他有迫迫 我们引述他 一直延续到最近的情报泄露 他就说这些被泄露的文件是一些不可靠 或者不堪一击的所谓证据 是的 是的 什么考虑过 企图 但是 不是很证据确作的东西 如果是你还拿出来 这些证据 泄露这些文件的人 不但违反了加拿大相关法律 而且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 这些媒体人 他就当作无事 尤其是 我们唐人都经常被 当地的主流媒体欺负 他们的行动 受到了一种 出生在中国的 移民 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值得信任的黑板印象所影响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说得对 陈国志在2007年当选 进入安大略省议会 先后担任 公民移民及 国际贸易部长 还有旅游及文化部长等等 内阁要职 当然这个环球邮报 2010年的时候 加拿大情报部门 采取了一个罕见的行动 派人面见安省官员 提出对陈国志的怀疑 情报部门就认为 他与多伦多总领事馆的关系 过于密切 有一段时间 他与当时的总领事 朱涛英 甚至每天有聊天 这样也不行 这些是证据 在情报部门眼中 两个级别那么高的官员 经常接触是不正常的 当时 安省政府就认为 陈生的这些活动 是没有违反他们省的 廉结法 所以没有理加拿大 情报部门的警告 后来陈生就宣布 控告环球邮报 陈国志当然 他们就说 这些 加拿大媒体肯定是这样写 在一些有争议的事情上 多次 是支持中国政府 好像 19年的时候 所谓的反送中 原来是不可以 原来支持是不行的 这些是政治正确 这些还是言论自由的 即是自己支持不行的 这是我根据国民游报说 陈国志在一次 万感市的集会上 表示对香港警察和特区政府赞扬和支持 这些不是 但是 常常说免于恐惧自由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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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和你不一致 不政治正确 就是这么大事 2020年 香港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趁国志接受 终身社记者採访时 就说 这个法律 是肃清了香港持续的骚乱 对香港各领域和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其实 有什么问题 真心说他说的 只不过是和你西方舆论是不一致 你就搞他 对吗 所以 这些 看看最后能否告成 我觉得是告不成 我觉得是很难告成 你告官府 哪有那么容易 要花很多钱 对 所以我们做唐人真的很惨 经常被人怀疑 当然 现在杜鲁多这条法案 我相信他以后 之后是会修正的 因为你影响的人太说的时候 他自己都是 你知道杜鲁多 都是有时候很民粹 推一推他就会害怕 我觉得是这样 在加拿大电视台和广播 电台要求35%到55% 本土内容 如果你做 是时事评论 35%都有机会 但55% 超过一半 加拿大都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家 你说是不是这么多新闻报 我就 真是打个问号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